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马六甲 红雾区的古董店 这条街呢 有两间古董店 现在镜头照着这一间呢 就是古董店 走来左边呢 是一间天主教堂 圣方纪天主教堂 这间古董店也蛮多 好漂亮的那个 产品 古董 文物 古丸 古董 所以你们如果特空来到马六甲里游的话 可以顺便到此一游 这间古董店呢 走上去各几间 有一间是马来人开的古董店 它里面秀获也是蛮多 你看这是马六甲的特色 它的三轮车载客呢 弄得花枝招展 那么的美丽 那么的美观 坐上去也 非常的身心愉快 它的镜头呢 如果你拉近一看 你会发现到里面 蛮多好料互动 门外已经罢满了古色古香的那些 老调工的木区 一路前行你会看到这间是 卖各种各样的文具 工艺品 这间店呢也是有卖 娘了装 在网上前呢 你会看到马六甲的地标 红屋的大钟楼 这条街卖很多马来服装 跟娘了服装 很多娘了鞋 蛮漂亮的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如果知道 从来马六甲里游的话 到马六甲里游 可以来这个红屋 一起来看 参观这些古玩店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节目就到这期结束 我们下一期 下一期再见咯 谢谢你们的观赏 请点点订阅小铃铛 你们的支持 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们咯 请点赞 订阅小铃鑽 别让我们追求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点赞 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咯 重新打的名称